已經抓到Range A1 那接下來的話我要抓什麼?假設我要抓的是它這個 不要野心太大,我先抓這個好了,抓上面這個名稱,類別名稱 總共有71個嘛 所以也就是說我把這個71個 分別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邊好了,那所以71應該是從,不是從1開始放了,從2開始放,因為第一 列的話是 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 藍位名稱,底下的話就分別把資料放,往下放 以此類的,再來就中文,再來英文,我們先不要野心那麼大,我們先做一個可以出來,底下應該就比較簡單 那 這一欄的話,因為它是用class名稱,用哪一個class名稱,記得按右鍵,檢查一下 這邊的話是這個,這個名稱 它是 byclass name,所以我們可以用前面寫過的 前面寫過的有沒有class名稱 這個是take name 這個class名稱,用這個好了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當範本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範本,程式也不多啦 第一個動作是把rangeA1裡面的東西 放到哪裡 放到doc.body的innerhtml 所以這一行的話,其實後面 我們是把rangeA1裡面的東西,可是rangeA1是原始碼 所以你其實可以這樣做,你可以把這一行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呢?貼到這個response test這邊啦 有沒有,實際上啦 response test裡面就是原始碼 這個東西就是指的就是原始碼 就是把原始碼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doc 所以上面這兩行要打開 剛剛我把它註解打開 所以把它打開一下 也就是說接下來我要用的是 htmlfile物件 那所以htmlfile物件 第一件是你必須要把原始碼 放在它的innerhtml裡面 這件第一件是 那第二件是的話呢 就是你需要怎麼樣 去抓它的class名稱 class名稱我用這個好了 所以用這個來當 有沒有取得 這一行沒有 那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把這一行把它複製一下 拿來這邊用 所以第二行 可以拿 前面拿來改 那我要找的名稱 這個名稱叫什麼 你可以點兩下 然後複製一下 就這個名稱 這什麼 SertiPanel Heading 這個 把這個名稱 所以 我是建議你用 點兩下複製貼啦 你不要自己打 因為自己打結很容易打錯 名稱很長啦 所以叫什麼 C 叫 簡稱叫 ch 好了 OK 叫ch 這個名稱可以自己取啦 假設我用這個名稱的話 那再來的話因為它不只一個 所以如果假設我要輸出 它裡面的名稱 到底有幾個 那當然第一個是 刮狐0 第二個的話是刮狐1 所以你總不可能說 我要抓 class名稱 假設我要抓第一個 它裡面是 Inner 我用這個好了 InnerTest 所以 這個的話 這邊有一個 InnerTest 我用這個 那我要放哪裡 好了 所以前面是放哪裡 把它複製這一行 有沒有 所以我假設啦 我們先抓第一個好了 我們也先不要它 ch 所以這個名稱叫ch ch裡面的InnerTest 那我要放在哪裡呢 放在的話 應該是這個 叫A2好了 有沒有 所以這個range改成A2 執行的話 理論上應該會 應該會抓到吧 不過它跑一下 不支援 這個方 那 應該是這個地方 我好像 這個應該是這個 註解掉才對 那應該是開這個啦 不然的話會出錯 就是這兩行 不是這一行 OK應該是 用New的喔 不是Create OK 不然的話會出錯 再來的話呢 把它跑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出現了 有沒有 它就會 抓到第一個在這邊的 那你說第二個怎麼 第二個的話呢 當然就是 把這個 這邊A3對不對 然後這邊變多少 E嘛 還是執行 有了 第二個 你說 老師那 71個 71個 那怎麼辦 如果你實在不會寫 你就一直貼吧 貼到71就完成了 可是你說 它有沒有規則性 有 什麼規則性 這邊是1 這邊是2開始 2 到 應該是71的話 應該到72 吧 然後這個的話是 0到 70 所以這邊變成 它跟它關係 差2嘛 所以你如果遇到這個很簡單嘛 就寫一個回圈 比較好了 回圈的話 你就寫一個 4 i i的值 如果假設 0好了 我們 如果假設以這個為準 0 到 0到70吧 然後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然後呢 再來就是把其中一行 移到它的中間就好了 來改 然後這個底下這兩行就可以刪掉了 那 這個地方 如果Range的話 你會發現 它後面這個地方是從2開始 那 Range Range有個缺點 就是因為它是自竄 所以我的習慣會想要把它改成Sales 所以你會發現我程式只要搭配回圈 通常會把Range改成Sales 為什麼要Sales裡面的話 它的好處就是說它前面那個列號 它可以是 用數字來表示 所以我可以把i放進去 可是 A2的話 那相差多少 差2 所以我可以加2就好了 對 就是A2 所以它第一次為0的話 就是A2 然後再變1的話 就變A3 所以概念跟剛剛是一樣的 第一個解決了 第二個再把這邊改成I就好了 解決了 OK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當然如果你實在 所以不會 寫回圈 真的是變成你程式好像你只有學一半 因為程式裡面最重要是回圈概念 回圈就是幫助你快速 幫你產生結果的一個方法 把它執行看一下 理論應該就OK了 有沒有看到 建築建12345 5個應該沒錯啦 所以網頁上應該就是 這邊看一下 檢查一下 12345 沒錯 然後在底下就工程 對沒錯 所以我們第一列就OK了 上面的話我可以再把A1改成類別名稱 所以我可以在 這個輸出的前面 然後我先定義 所以我前面講過 我們也可以用中瓜阿虎這邊 A1指的是A1儲存格裡面 然後輸入一個什麼叫 類別名稱 有沒有 這樣輸出 它就會先得到一個 類別名稱 所以呢再來就是什麼 冒號 下一個 藍位的 出生格 就 B1 裡面的話 我要放那個叫什麼 中文名稱 然後在 E10A 這個拿來複製改一下 這邊改成 C C的話就英文名稱 好 那藍位名稱 當然你未來你也可以 看 寫這樣 比較有彈性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就藍位名稱OK了 那接下來的話 底下的話呢 你說老師 如果我今天已經 一個 那底下是不是還可以在 對沒錯 我們底下的話 可以 再來就把這一行拿來改算了 那怎麼改 直接就是set 後面的話因為 我要抓的中文名稱 他一次放在哪裡呢 放H4吧 還記得吧 按右鍵 檢查 他是應該都H4 那一個small的人 所以我可以怎麼做 這邊改成 Tag Tag ByTagName 然後呢 名稱很簡單 直接把它改成H4 然後前面的名稱也叫H4 TagName 接下來的話呢 就拿這個來改就可以了 這邊也叫H4 然後 他一樣的數量嘛 反正就71個 只是說把原來 A藍 變成B藍 所以取的話 一樣是取 H4 裡面 Inertest 欸 寫完了 看一下 所以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再加一個 抓那個什麼 TagName的部分 然後呢 裡面應該有71個 然後我再寫個回圈把 0到70 等於71個 輸出到B藍 這邊也有藍位名稱 所以執行一下 有沒有 中文名稱有沒有 然後 除了OK了 那最後的話呢 在英文名稱 英文名稱也是一樣 再把這一行怎麼樣 把它複製 再加一個 然後這個的話叫Small好了 Small 然後這個標籤名稱也叫Small 那底下這邊的話就是在 應該知道意思啦 所以就 把這邊改成C 這邊改成Small 應該是寫完了吧 OK 知情一下 OK的 有沒有 有沒有 那只是說藍框好像沒有 太OK 所以一般習慣會把藍框 自動再調整一下 像什麼 Columns Colums 點Auto Fit 有沒有這個蠻常會用的 Auto Fit 這個 好 這樣OK的 你又要執行一下 不過好像 拉過來了 這樣感覺還蠻OK的 所以 爬床很方便嘛 而且其實應該沒有想像中困難吧 所以這下就是 很多都範本啦 你就是 修修改改 你只要知道原理原則嘛 城市也不多吧 沒幾行 OK 寫出來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我剛剛比較重要的第一個 拿剛剛的 抓下來的東西 本來是把 Range A1 改成這個 抓下來的原始碼 丟給這個 Doc裡面的Body的Inner HTML 把它當HTML 再先抓 你也許你 假設不會 你先抓第1欄 然後在其他再慢慢補第2第3欄 OK 這樣就完成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